想要你丧尽天良 灭绝人性 这药朕绝对不会喝的 赶快拿走 陛下 这药是尘好不容易才研制出来的 对您的顽疾大有益处 您不要 别说 朕以后不想再看见此药 朕要早知道你会这么高 陛下 学老子怎么了 该不会是得什么重病了吧 还是说他叫我这些天太辛苦 累出毛病了 是通知皇后 这给他多放一个时辰 让他晚些回来吧 陛下 这是为何呀 这这个被来的突然 不想吓着皇后 陛下 宣狼 你对我真好 想要你赶紧走 这不想看见你 退下吧 是 走了吗 趁那戏演得怎么样 对啊 谢谢 上昂 等一下 娘娘您叫我 你就告诉我吧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跟您说什么 我都在殿外听到了 陛下到底得什么病了 娘娘 陛下实在不想让您担心啊 我已经开始担心了 你就说吧 不说你今天别想走了 好 娘娘 今天臣就一五一十地告诉您 陛下自有患有喘症 一旦风寒入体 饮食不当 劳眷疲惫便会引发奇痰 痰气胶足 江湖薄解 废弃升降不力 一致呼吸困难 严重时 甚至会发出孝明之意 就像这样啊 你再说得通俗点呢 总而言之 不会死 但严重 很痛苦 很痛苦 那不行啊 你不是太医吗 你救救他呀 不 不瞒您说 臣最近 嫡婿研治了一些特效药 喝一次便会缓解症状 连续喝三七二十一天 便可药道病除 但怪是怪啊 臣制药之时啊 找了不少工人试药 陛下觉得此举有为人德 说什么也不肯用药 是哦 我确实听他说你没人性了 不过不就是个试药吗 没事吧 娘娘有所不知 臣这药采用的是 以毒攻毒的原理 每日服用一次一次一滴 过量便会对身体有害 那你说的具体点呢 到底有多有害啊 这具体得因人而异 倘若服用完这一整瓶的话 服药者会一命呜呼 这么毒啊 那你觉得一滴是没问题的吧 绝对没问题 娘娘不必担心 行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吧 帮忙 那一次一滴 你不能够用 有一回忆人的 一次一滴 我不能够用 一次一滴 噢 哦 娘娘 您看切这么多够吗 不够啊 这个纸葛汤最关键的 就是这萝卜 你再去切点 这 娘娘 您怎么突然想起来做汤了 给薛郎喝呀 之前指导他瘦 没想到他还病痒痒的 从小就受疾病的折磨 原来这个汤 您是给陛下熬的呀 是啊 这个小可怜 以后我得好好烫他 快去卸萝卜去啊 是 再拿点蜂蜜 蜂蜜 蜂蜜没有了 我要去石锅拿新的 去吧 就像这样 不会吧 你确定他把一整瓶都倒进了汤里 奴婢亲眼所见 确实是都放了 好啊 不愧是留蝎子的女儿 够狠 可奴婢又觉得 娘娘似乎很关心陛下 作戏罢了 朕倒要看看 他还怎么继续装疯卖杀 薛郎 这是我特地给你熬的汤 熬了大半个下午 就熬出了这么一重 精华全在里面了 皇后怎么突然想着 是给朕煲汤了 我这不是想着你教我公归太累了吗 我怕你累着熬个汤给你补补 巴不得赶紧叫我死吧 朕感觉很好 不累就不用补了 还说你不累你都 别跟我客气了 快点趁热喝一会儿凉了 强行为主 这么嚣张 真娇气 行 我喂你 真娇气 行 我喂你 不好意思啊 皇后 都是真的问题 辜负了你一番心意 没事 没事 没事没事 你也别自责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更何况我对陛下的心意 有一大纲那么多 浪费这一点不算什么 这可惜这汤了 你要喝了身体肯定能好受很多 朕可能就直接过去了 什么好受 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歹毒之词 简直是啥人不扎眼 朕感觉好多了 皇后的心意朕也感受到了 不过来日方长 还是下次再尝尝皇后的手艺吧 那这还剩一点 你要不现在喝了吧 不如皇后你自己喝了吧 你我夫妻一场 你喝便当同于朕喝 不不不 我不需要 我身体好着呢 你才需要 你别太嚣张啊 我怎么了 你跟朕说清楚朕需要什么 你是不是当朕已经死了 我就是觉得你需要活力水 这是我从仙趴村带来的 什么活力水 活力水是仙趴村的特产 是用仙趴山上的泉水和草药萃取而成的 喝了就能让人充满活力 是我娘特意给我带来的 那你娘还挺有心的 那可不嘛 所以你为什么生气啊 朕从小就不喜欢被别人说身体弱 你听起来不太威严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威严是给别人看的 身体才是自己的 来来来 喝了吧 你怎么喝啊 推来推去 不喝都凉了 这么一点也不好加热 只能便宜我了 不过也没事 还好我娘明智还给我都带了一瓶呢 好久没见我娘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吃得好不好 睡得香不香 对门的透气贼有没有抓到啊 你小娘啊 嗯 从小到大没离开我娘这么久 我娘也是为了我的幸福 才把我赶出村去找我爹的 她自己却看不到我成亲 看样子你跟你娘关系很好 那可不嘛 亲娘哎 谁跟你娘不起啊 朕就不太懂这种感觉 朕的母妃早逝 不过父皇从小倒是很宠爱朕 朕记得 父皇总会带着朕出宫 就皇宫附近的青城山看日落 金屋西坠 玉土东盛 霞光万道 彩云漫天 要不明天我们去青城山看日落吧 这样你还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对你自己也好 爬山啊 你是不是想偷懒 没有 我可以一边爬山一边被宫归学礼啊 难道 她因为在宫里不方便下手 想凭我出宫动手 的确 宫里用毒很容易被查到 在宫外埋伏刺客可就不一样了 行 朕考虑考虑 不过朕一会儿还有事 先走了 你在这儿慢慢喝汤吧 也不知道娘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陛下 今日皇后娘娘可有异动 还在安分 赵棠 朕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陛下请讲 陛下 臣请示 能否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 明日陛下出宫 臣想亲自保护您 不行 这件事除了你 别人朕不放心 臣领旨